杜汶澤、黃秋生和何韻詩 三個人都不約而同 因為大陸的網民仇恨他們 要杯葛他們 最後受到商業壓力 很多人找不到吃 何韻詩最近那件事情 尤其罵得全球都成為一個風波 這涉及一個邏輯的問題 我們可不可以因為別人不同的言論 而去杯葛別人呢? 而要求去封殺別人呢? 這個可以不可以的呢? 這個我是聽范徐麗泰說的 內地的網民也有他們的自由 你們經常說言論自由 他們也應該有他們的自由 當然自由可以分兩個層次去說 一種就是法律上的自由 當然他們有 他們又可以要求封殺不同人的法律上的自由 第二種自由其實就是一種思想上的自由 所謂思想上的自由 你就能不能夠在民主社會裡面 是支持和接受多元的意見 不因別人有不同的意見 而對別人有惡意的攻擊 或者仇恨別人 這樣就反映到你自己一種 就是思想上的有亂有志 就是我在街上看到黃陽達 我在金鐘的時候看到他 其實我有跟他打招呼 就是我從來是不會因為別人的意見 而去仇恨別人的 就是民建聯的支持者 我很多都是自己的朋友 那什麼時候你才可以因為別人的意見 去攻擊別人呢 去憤怒呢? 當然有的 就是有一些反人類的 反人類道德文明的意見 那些人你絕對是有責任去攻擊他 因為你不攻擊他 其實你是幫兇你 你在助長這些 譬如說人家叫你屠殺了猶太人 或者去日本 要強姦日本的婦女 就是陶傑說 把那些難民 敘利亞難民 抓出公海暖槍掃射 那對於這些意見呢 還有什麼? 所有大陸人都是黃蟲 那對於這些意見 我們一定是要攻擊的 一定要批判的 一定是 就是是可忍屬不可忍要憤怒 但是不是的 就是杜汶澤 何韻詩 黃秋鑫這些 只是說過一些同情學生 爭取香港有民主 基本法賦予我們香港有民主 甚至乎有些人誣他 說他是獨立 港獨 事實上三位都沒有說過 但是萬一真的有人說港獨 我們可不可以仇恨別人呢? 那這就是涉及 你覺得是人權重要 還是主權重要 就是作為一個道德主持者 我從來覺得人權是比主權大 就是愛國是 可以說 我當然可以接受你說愛國 但是愛國一定是擺於自由民主 追求普世價值 民族自決 191